再來是101年選題第五題 E這一題 這題對很多同學來講都很困擾 其實我常跟學生講 你在寫聯考題的時候 尤其是學測或指考 思考一定要非常的正常 思考要正常 所謂思考正常 就是說你不要想太奇怪的思考 你就很正常去想 通常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這題如果你想太技巧的方法 反而會做不出來 我們來看題目的內容 編長為13的正三角形ABC 這三角形ABC編長13題目有說 然後各邊取一個點叫做PQR 使得這個地方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他有跟你講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叫做20√3 請問你這條虛線PR的長度是多少 這一題你可以假設成 這個是X 這個是Y 為什麼這兩個XY有重要呢 因為你要求這個虛線的話 跟這個虛線有關的最直接的三角形 必然是APR這個三角形 你要求這一段 最直接有關的就是這個三角形 而這個三角形這個角度是60度 因為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如果你能夠有機會得到X跟Y 或者跟XY有相關的事情的話 利用余璇定理 利用余璇定理這個虛線就有機會得到 所以這個XY很明顯是很重要的兩個數字 你假設這個X 假設這個是Y 這一段 當然就是所謂的13-X 這段當然就是13-X OK 重來一遍 這段當然就是13-X 可是事實上我們應該先用這個平行四邊形 這個平行四邊形這個X所以這邊也是X 這個是Y 這個一定也是Y 完畢之後你可以感受出來 這個是平行的 這兩個平行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平四邊形的關係 所以這個角當然也是60度 這個角本來就是60度 所以這個三角形 60度60度 這個當然這個角一定也是60度 所以這個三角形就是一個所謂的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所以這個當然也是Y 當然這個地方同樣的道理 這個小三角形也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地方當然也是X 當然就像剛剛講的 這一整段等於13 這題目有說 這一整段等於13 所以你一開始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式子叫做X加Y等於13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再過來 題目又告訴你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等於20更號3 平行四邊形是這一塊面積等於20更號3 可是我們這個比較熟悉是三角形的面積 三角形的面積 剛好是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所以按照這樣講的話 三角形 APR的面積應該就會等於10更號3 三角形APR的面積剛好是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也就是它的一半 所以剛好是10更號3 而三角形面積我們都有學過 三角形面積的算法 叫做二分之一乘X乘Y乘上上一60度 二分之一的X乘Y乘上上一60度 剛好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你可以藉由這個四肢 計算過程 10更號3給二分之一 X乘Y 上一60度 叫做二分之更號3 那完畢之後 左右都有更號3 所以這兩個更號3抵消 那這個有個2 這個有個2 都在分母 所以你左右兩邊同時乘上四倍 把這兩個2給抵消掉 同時乘上四倍 所以同乘四倍之後 你同乘四倍 同乘四倍之後 這兩個更號3抵消了 這個是抵消之後 XY會等於40 所以你現在擁有的是這兩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跟這個關係式 那題目的所求 題目要算的東西是 這個線段長度 這個線段長度 我們設定它叫做L長好了 設定這個PR叫做L長好了 那根據余懸定理 根據余懸定理 L的平方 會等於 S平方加Y平方 減掉2xy 口散60度 L的平方 會等於S平方加Y平方 減掉2xy口散60度 那口散60度等於1 2分之1 這兩個剛好對消 對消完畢之後 它就會變成 S平方加Y平方 去減掉xy 那xy等於40 x乘Y等於40 減掉40 那寫到這邊之後 寫到這邊之後 這個東西 稱之為L的平方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能夠知道 到時候開個根號 答案就算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出在 問題出在 你會卡在這個地方 X平方加Y平方 所以你要額外去算 X平方加Y平方 那X平方加Y平方 怎麼算呢 從第1次跟第2次 可以看出 X平方加Y平方 它會等於 X加Y平方 當然不會相等 當然不會相等 因為這個東西 有多兩個xy 所以它就會變成 這個叫做13 13的平方 169 這個叫做40 減掉2乘40 叫做減80 所以減80之後 它就會變成89 那就可以放進來這裡 就可以放進來這裡 所以它整個就會變89 再減40 也就是49 那我們就得到答案了 L的平方 會等於49 當然L就等於多少呢 根號49 也就是7 所以這題最後答案 PQ的長度等於7 那這題的話 如果你很正常這樣寫的話 其實是很有機會 拿到分數的 在考場上還是有機會 所以這題 如果程度還可以的同學 應該是有機會拿到 所以再多對一題 也就是 製作人家 熱 寶 一